以真哦 而大家看到的是 1536的核大 第二季在美国客户积极的拉货之下呢 电动车减速齿轮 相齿轮组呢 拉货量持续的增弯 而另外扭力转换系统零组件 还有CVT无段自排 变速相齿轮组的出货 也是稳健的成长 反而解出呢 核大第一季税后盈余 年增超过了三成二 而美股税后净利 EPS 0.87元 就目前的接单量来观察呢 核大五月份的营收 预估是有机会创下历史的单月新高 而第二季的营收呢 也渴望再创下单季的历史新高 外资对于核大今年以来 每个月也都是净买超 加上了以红色线条 所代表的大股东的水位呢 是持续的缓步的爬升 到了五月份呢 更是突破了七成的水准了 而股价昨天以91块半 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呢 则是大跌超过了4%作收 跟她们一起下历史新高加热